我是Joey Co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来这个评论啊嘲笑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是我的基隆同乡 他应该妈妈是基隆人对不对 妈妈基隆是 妙口那一带 妙口 所以你的外公外婆是基隆人 对 好 因为我们有一半的同乡 所以你要去选基隆的设议员 对 好 这位张志豪被骂得臭头啊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骂他 让他在这个被批判声中 为自己辩护 然后要问问他有什么资格 选基隆是议员 我告诉你基隆是议会很恐怖的 你怎么去面对那个奇奇怪怪的 这个政治人肉战场 等一下请教你好吗 好 大家要看张志豪的真面目呢 可以在我们等一下脸书上看 张志豪今天送上这个 送上针板 OK好 这个我们 他刚才看我那个眼神好恐怖 就 欲望随你宰割的样子 张志豪就是前阵子 他自己在脸书上写 他在海关进海关的时候 美国的海关员跟他的对话 其中有一句 他说我是台湾总统的文胆 然后引起了政党当中 跟媒体界人士的批判 对不对 后来就被人家批评 到底发展的观怎么样 你的师父是姚仁多 可以这样说 姚仁多老师 你怎么没教好了 8点07分 13秒 或者是你后来把他教好了 还是本来人生就有一些误解 那在政治上面就有相当程度的险恶 张志豪是1981年出生的 1981年大家现在 啊 也有35岁了 36 你结婚没 还没 哦 好 还没结婚 这个单身汉 这个更好 而且外公外婆在进入庙寇 现在还在庙寇 对 外婆现在还住在庙寇 所以我竟然帮你征婚子啊 今天 不用不用 顺便征婚子 你小心啊 你们男生 最近你们绿云桃花多 你晓得吧 毛泽尔回来 我们进 我们等一下又有点书 这个张志豪 时间是8点12分09秒 张志豪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嗯 其实我怀疑她是意外 替自己打知名度 等一下我问你 是不是有一谋啊 立刻回来 Coco早餐 Coco's VIP 好 今天的这个 VIP叫做张志豪 工厂张 知乎业者的 知 平常怎么自我介绍了 我也是说知乎者业的知 好呢 富豪的好 好就豪迈的好 哎呀 比较有气质呢 好张志豪 在我们节目现场 从现在开始呢 8点16分到9点 是折磨张志豪时间 他自己送上Coco早餐 被Coco姐来折磨 第一个问题 我要机制问他 是 请问你为什么 你们绿云最近桃花 多多开呢 这个 昨天我也问我们的那个 执行制作陈一平 他有个答案很好玩 但是你答复一下好了 为什么 绿云为什么 桃花朵朵开 桃花朵朵开 我想这应该 桃花朵朵开应该是 很 很 对一些人来说 可能他本来是个普遍的状况 因为他们身为政治人物的关系 所以可能 在这方面 受到比较严苛的检验 所以 我 那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吧 这当然了 这当然是不应该做的事 因为罗伟委员都临时 看我们的那个通告 那也没办法尊重他 可是我就跟 对一个很年轻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幕僚在 在line嘛 我就跟他说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结果人家对方打得真好啊 比你厉害多了 他年纪比你大一点 他说 不应该做的事 就是不应该啊 不是小不小心的问题啊 听到没 你是未婚 我看到了 我自己 我看到这个事情 我自己的思考 你们昨天年轻一代的 那个 绿营的人 怎么说这件事 我昨天没有跟吉他 这个政治工作的同仁 聊这个事情 我只跟我女朋友 聊这个事情 你女朋友怎么说 当然是觉得 怎么可以呢 那你女朋友有没有讲 你死 你敢做这事 我一定把你怎样 把这段对话讲出来 他知道 我自己知道说 比方说 我自己现在在做 我的选举的工作 我请来帮我忙的人 我就是会找同性嘛 这是避免的方法 对 我就想说 因为治证他的那位年小姐 是 我就想说 那位 也不要找姓黏的 姓黏小姐会黏人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避免的方法 第一用同性 对 我就想说 如果是要跟着你跑的 那 因为你相处时间会比较长 现在有同婚法 是啦 但这个东西不是因为有一个法律 所以你的 你的倾向就会改变 所以你女朋友现在就 你女朋友是女的吧 当然是 你女朋友 问你这些事情 对啊 就是我们当然会讨论当天的新闻 你讲到这个事情 就是自然是 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了 说真的 说真的 第一个反应 我自己 我自己第一个反应 只是想说 哇 怎么会这样子 他的形象这么好的一个人 而且我一直以来 我也对罗教授 他一路以来 大部分的时间 我所知道他都是罗教授 所以我想说 作为一个教授 我也一直很尊敬他 所以他西山小伙 拯救了你们这些年轻世代 是啊 我还是觉得说 政治太过于反道德化 这件事情 我自己反而比较有心 一个比较大的现象来说 我觉得 我们确实应该要去看待 每一个政治任务 他们在公共事务上面的作为 但是我知道 我们不会无法避免说 我们对于政治任务 有非常强烈 有严格的标准 一个married man 带着他的助理 紧摩铁 然后他说 他他家人相信他没有做 那你相信他没有做吗 我不想 做什么也没人问他 我觉得没有办法 我不想 第一次问他时间 我觉得光去猜测这件事情 或是跟 光去讨论这件事情 我自己就觉得说 我好像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OK好 这件事情是他跟他太太之间的 对啊对啊 你跟你女朋友的对话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最后的结论我是觉得 在要是政治 不这么犯道德化的话 我觉得 当每一个政治人物 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他的另一半 也许都可以 比较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OK 因为我们常常 我们常常遇到 你在过去这几年 网友又整理出来 好多好多个这种 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政治人物 那他们的另一半 通常都必须要出来 就是顾全大局啦 那我们也不知道 实际上发生 因为你现在没有这危险 你单身啊 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纯粹是客观的 你是never married啊 没有不是 我纯粹 从来没有结过婚 never 你36岁了还没有结过婚 你有问题啊 这样是什么歧视啊 每个人生 每个人的人生的那个路径 1981年出生 2017年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今年36岁 对 never married啊 没有偷偷结过婚啊 在加拿大 还没有偷结婚 没有 在加拿大 这次去美国 不是去偷偷结婚 没有 也不是 那你有几个女朋友 一个一个 没上陷阱的啊 你朋友是民进党的党员吗 呃 不是 但是他支持者 他是支持者 他是民进党支持者 对 你朋友是基隆人吗 他是高雄人 哦 基隆跟高雄不错 你外公是基隆人 希望女朋友 女朋友可不可以 那个脸书留言一下 质问一下张之豪 那你有答应 你要娶你女朋友吗 哎 这个方便 在这个地方 不好是吧 这隐私问题 我的意思 你们这些年轻世代 今年桃花朵朵开 绿营今年桃花朵朵开 所有的男男女女 都要小心一点 知道吗 是 现在的张之豪呢 经过第一关的 机制问答 现在第二要回来了 我们为什么访问他 是因为 他最近被骂得很惨 但是我觉得他被骂 也蛮 蛮 蛮 蛮冤枉的 对不对 你 张之豪 我先问你啊 你是不是故意要被骂 因为你在之前 谁都不认识张之豪 是谁啊 是不是你设计的 我觉得你很阴险 你故意这样写这个东西 然后就让巧心去骂你 让其他人去骂你 然后那个 你说你是总统的文旦 然后在脸书上出现了 对不对 拨了这个 因为很多很多网红都是这样啊 第一个先写一个东西 让人挨骂 因为 因为fame这个东西 不管是好或是坏 对不对 只要有评论就是好 对不对 嗯嗯嗯 你从美国加拿大长大的 这是不是你的阴谋 故意要写个脸书 说你是总统文旦 然后被人家骂 然后人家就是在问说 哦 who is that guy 张智豪 然后呢 我们还要访问你 然后你又说 你要去选金融市议员 是 这阴险呢 你这是阴谋 是谁教你的 是不是姚老师教你的 姚人多老师 完全不是我的本意 好 就是说 当时应该这样讲 我长年以来 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我们是习惯 在脸书上写自己的生活 写自己这些想法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很习惯很关心 会做的事情 那我刚好那天 入境美国的海关 那入境美国海关 他问我问题 当然我都 对于海关 他是讲英文吗 当然是讲英文 他怎么可能会跟我 特别 oh what is your job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oh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and then 他英文讲得不错 比那个帅哥 你差不了多少 帅哥现在在国安会 你知道我讲的 他现在在秘书长办公室 对啊对啊 帅哥就很忙 没时间听我们的新闻 张志豪英文讲不错呀 人家高中以后就走大学 加拿大 我小学毕业就去了 你小留学生啊 你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 合法的合法的 赵小金又被骂了 你是合法小留学生 是 小学毕业去哪 加拿大 就去加拿大 对 一直到大学毕业 那你会写中文吗 会啊 你是小留学生 你还可以帮总统写稿子啊 我喜欢 你是写英文 没有写中文的 啊 你有天才啊 没有没有 这个不会啦 小学就去啊 那个时候 等一下你可以签一个名 给我们看吗 小学就去美国的人 自写的不好看 不好看 大家才高兴啊 哦 然后 你一边也有读中文吗 有 因为我蛮喜欢看书的 所以说中文书 我有在看 因为你到了加拿大 去读 读 中学 读 读 读七年级啊 八年级 哦 八年级 八年级一直到读到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都在加拿大 对 所以你在加拿大时间 十年 十年 嗯 那时候谁照顾你 我爸妈带我去的 爸妈 所以是移民去的 对对对 哦 不是被卖去的 不是不是 好 被卖去也没人买 哈哈哈 也不一定 卖相不好 哈哈哈哈 大家看他脸书啊 哦 那你就又回来了 对 我大学毕业之后 就决定回来 为什么你是一个 你 你什么时候开始 是一个独派的支持者 大概 刚到加拿大一两年之后 我就慢慢思考这个问题 他是1981年出生的 各位知道吗 81年 81年 87年我们解研吗 对不对 嗯 OK 好 因为大家不太知道 张志豪是谁吗 所以要问一下 OK 现在回顾他 我刚刚问他说他 嗯 这个 他 他的英文讲得很好 但是 但听众朋友 你也不必自卑 因为他其实小学毕业就去了 如果你我小学毕业去 也讲得很好 那他的英文讲很好 但是美国的小朋友 三岁小朋友 讲得也比他好 讲得更好 那当然 所以这第一点 但他英文很好 所以你的文档 不是英文的文档 不是 是中文 但这个帅哥是英文 呃 他是帮忙润色吗 算对 好 那你是怎么加入 那个文档团队的 呃 我大概在2013年 开始写文章 在想想文章 想想论谈 想想论论谈 上面有一个 写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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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专栏 所以我就开始 我就是写基隆的文史的故事 所以我写这个文史的故事 写一写 算是受到他们的注意 我觉得你不错 你小学毕业就去加拿大 但你讲话没有那种ABC的感觉 没有好像很久没回台湾的感觉 是我回台湾也十几年了 十多年 国语又回来了 不是啦 我觉得语言这种东西 是你如果有希望去保留住的话 今天是认识张之豪的时间 这位被骂这个 其实做文胆 就是我就怀疑当时 他是故意想出名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发誓 你不是故意出名 我发誓 我不是故意出名 不是故意要说自己是文胆的 人骂 然后增加一堆知名度 然后大家都认识你 你这样就可以选 市议员就选上了 完全不是这样 你贼呀 原本是这样 我原本原意是这样 我希望说 在遇到外国人 问起台湾的时候 我尽量的把好的一面 台湾值得尽量 骄傲的一面 讲给外国人听 那这个故事 我分享给我的朋友 我们对话一下 What are you doing for a living? I was one of the speech writ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Really? 这个原文 对原文是这样 One of the speech writers 这个for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他翻成中文应该是 我是替台湾的总统 写作的文稿团队的一个成员 对 那你中文翻译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在脸书上面要写 我是台湾总统的文旦 所以出事的就这一段吗 应该是说 对 你讲的那段英文 有那个录影监控 那个存证吗 你的将来你的 你的选举对手 会就拿来调出来 请AID调来 所以你讲的英文是没错的 是是 OK我们进广告了 基隆来的张之豪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今天的脸书上 我们有那个张之豪折磨时间的实况转播 他是1981年出生 六年级生 外省第三代 七年级生 对不起 七年级生 你七年级生啊 对 对呀 1981至70年 对呀 算错了 我还以为那个不故意的 结果他他表示他头脑还蛮清楚 对 就像我刚刚这个说 你是不是故意这个在脸书上 po你是总统的 对 总统的文带 他出出问题的脸书这一段 不是出问题 被骂了 那嗯 的这一段呢 是你进海关 好 这是华府的杜洛斯机场吗 嗯 然后 what are you doing for living 然后你刚刚已经说了 对 英文就是 我是台湾的 总统的 文稿团队成员的 议员 嗯 no problem 嗯 那你为什么要翻成中文 叫做 我是台湾总统的文旦 简易嘛 我想说 为了这个东西去 咬 我已经离职 我已经离开文稿小组了 那时候你已经离开了 对我来说我写在我自己脸书上面 那我已经离开文稿小组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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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时候刚刚下飞机很累 嗯 那我纯粹就是在等 在机场外面等车的时候 就顺便 写一下 记录一下刚才发生的什么事情 哦 原来是这样 就是6月25号 对 所以这个是 这个时间就刚好是 是我刚下飞机的时间 18点23分 台北是18点23 美国是早上 早上6点23分 没想到那个 你有那个 巧心是暗恋你吗 应该不是他 巧心也有你男朋友 快结婚了啦 对啊 对啊 好 所以海关为你说 所以你为他写稿吗 他讲的是 他 而且我看到你还改了 他讲的是his 对 so 他是说 so do you write all his speeches and then you said her 我说 no I wrote some of her speeches 哦 然后他还说 所以 好 你的第二个回答 也不是 吹牛 也不是我翻了这样 也不是啊 他就说 他问题是 你是写 你写脸书 是写给台湾人看的 又不是写英文 我其实写给我朋友看的 我并不是写给 大众看的 你没有 open to the public吗 我是开全球 我是开那个圆球 没错 但是我并没有 所以张之豪的意思是说 他完全当时 他跟海关的对话 是没有吹牛的 你没有想要快快过关啊 或是享受优惠待遇 所以你就说 你是中东的文胆 我想台美关系 也没有好成这样啊 你po出来多久就爱骂了 我po出来大概 隔个两天吧 隔个一天 隔在美国 又再过了一整天 然后睡了一觉起来 起来 在美国睡了一觉以后 我才知道说我在睡觉几天 一夜惊魂的 对对对 谁骂你 谁先骂你了 我不知道 我就收到很多的讯息 告诉我说 你糟糕了 你说你是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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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OK 好 然后最重要的是 就是 小心他说 当总统 帮总统写稿的人 通常会说是 知义或秘书 那没想到你对外自称文旦 对不对 但是你只是 Describe 这个你的工作的内涵 你不是讲你的职位吗 你到底在总统 做什么啦 对我的职位是 执意没错 但是 执意 对 但是 我是对外国人讲话 所以 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 执意的英文怎么讲 我自己不知道 像这样 Counseling No 那应该比较大的吧 如果你是一个 Counselor 或是 Consultant to the President 对啊 那并不是 Secretary Secretary也太大了 Junior Secretary 可以说Junior Staff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说Junior Staff 下次你就讲Junior Staff OK 是 好 那 那伟汉就说 外界都知道 蔡英文的文胆 是刘建新跟姚仁多 他们也不会 对外支撑文胆 因为这个好像 其实这样写 是有点严重 你现在有没有发现 是 你确实做错事了 我是 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事 OK 我也承认自己错了 因为是文胆 很多人就会发现 不是姚仁多吗 那姚仁多太忙 就建新啊 对不对 怎么会出现一个张之豪 对不对 所以我就怀疑你是故意 替自己打知名度 但是不是吗 当然不是 OK 好 那那个姚老师是什么 姚仁多什么时候骂你的 就这个事情 算是媒体报了以后 那我就 他打电话给你吗 没有 我是自己跟他复兴请罪了 你先跟他那个自首啊 我就说 可是你已经离职了 他又不是你长官 你那么紧张干嘛 我觉得他 大家是 我们 我们这个团队 你是怎么跟他说的啦 我们这个团队已经工作两年多了 你是打电话给他的还是怎样 对 他有接你电话 有当然有啊 他第一句话是什么 他说你搞什么啊 就他讲的 事情搞什么 就是搞成这样 然后你就说什么 你又哭 没有 要我就哭 我说对不起 我真的对不起 我没有 我没有想到 这个 这个 给你带来这个 这个麻烦 这样 你是你是用讲电话 不是用line啊 不是用文字的 是voice的 电话的 然后他接下来他也满 他说 那他就是说 我都 你想想看 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这过去 这一段时间 我们为总统做的事情 是不是一直都很低调 嗯 那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离开了 所以 其实 现在低调可能不是你的选项 嗯 但是至少针对 原本我们这个 这个职务 我们是应该要低调的 你看我有对外支撑过 我是文胆嘛 我都没有这样讲的 轮得到你嘛 我说是是是 这个我当然知道 我不是 我的用字错了嘛 这是我对不起你的地方 那 而且也给大家带人麻烦 所以 他有没有讲 圈圈叉叉的那种话 啊 这个我就 哈哈 有 OK 这才像杨仁多啊 才比较生动 活泼可爱啊 我刚刚全部都把 那个该消音的地方 哈哈 那你除了打给杨仁多 还有打给坚信吗 没有 我 我有在传讯给 其他的 府内的同仁 就是包括 必须要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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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必须要 承受第一级的 我们的几位同仁 坚信 吴副秘书 吴秘书长那时候呢 呃 我是跟 健兴副秘啦 还有 这个 重演啊 嗯 还有 这个 贺民啊 嗯 还有我们温高小组 全部的成员 就你们这一代的 末聊们 是是是 然后 大部分的人 是骂你吗 没有啦 骂最凶的 因为大家知道说 这是 姚老师 已经对我 开大炮了 她都知道姚老师 已经骂你了 已经给我 开大炮了 所以 所以就 就没事 嗯 你跟她打完电话之后 你就开始去演讲 你这是去美国 是去演讲吗 呃 对 你回来之后呢 回来之后 你进海关 台湾海关的时候 你是自动进关 还是海关 对 我就 是啊 你是自动进关 你现在是回来台湾吗 我说你回到台湾 台湾官员没有说 啊 文代你回来了 没有 没有 没有啦 你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来 我在 比方说我在花府 我去双向远 参访 很多 双向远里面 也有外交官员在 然后呢 我们在 介绍自己的时候 他说 我知道你啊 我想说 真糟糕 这是 坏消息总是传的 比好消息来得快 所以你觉得 总统府的 你的很多的幕僚啊 什么 经过这件事情 特别是他们会认为 谣人多 没有把你交好 嗯 对不对 因为你是谣人多 recruit 进去的嘛 是不是 是 谣人多应该有这样讲吧 有啊 有啊 擦擦擦 你是个家伙 我把你找进来 你现在给我热麻烦 是不是 是啊 我真的是非常对不起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长官啊 就是 教了我们相当多 当然我没有学到 这是我的 我的错 并不是他没有教好 所以以后做 speech writers 或者ghost writers 必须第一就是 你不要讲你自己的 过错 内涵 的内涵 那 好 谣人多 他 他骂完你之后 电话骂完你 就骂一次 嗯 接续当然还有一些 他还愚怒未消 没有 但当然就是说 嗯 告诉我说自己 自己好好的收拾 他也没说你以后再不要回来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没有没有 没有 老师没有 他不是这种人 不是这种人 那回来之后呢 有见面 有有有 你几号回来的 我10号回来的 你7月10号才回来啊 对对 啊 今天才7月 10 20号 回来这10天过的还是什么 人间内狱还是怎样 没有啦 其实这个事情在 对地方选举来说 其实他的 冲击 你出去选举 人家会不会笑你呢 你在竞争对手说 他就是那个说他是文胆 但是其实他不是文胆的人 目前还没遇到 还没有啊 我们基隆人比较好啊 比较善良宽容 嗯 好 我问你 那小英有跟你 你有跟小英见过面吗 小英对这件事情有反应吗 没有 我回来到现在 还没有 还没有 你没有见过总统 不过我已经离职了 所以我遇到总统的机会 也变少了 除非你去反年改抗议 对啊 除非那天 所以姚仁多骂完你之后 但是姚仁多还是认你为徒弟吗 是 并没有 对 他没有把你赶出他的那个徒弟名单 没有啦 可见你还有点长才啊 当时他是怎么找你进去的啦 我就说当时我在 我在想想论坛上写专栏 所以说就 他们有注意到说 觉得我可以 这个人写基隆写的不错 所以他们想recruit你做speech writer one of the speech writers 还是说要 要把你recruit到民进党 将来可以去选举 呃 当时是recruit我去做one of the speech writers OK 所以你曾经有有完整写过一篇文章 是你写的 呃 这当然当然有啊 大家讨论 写完之后姚老师来帮你认识 就我们我们是一个team 你们有多少人啊 我们一个team大概五六个人左右 所以说 五个人跟六个人差很多 就姚老师是一个人 对 他就算第六个吧 哦 所以你们有五个 对我们有五个人 所以这个团队就是 就是 对啊 以前都是这样啊 嗯 其实我们是六个人 六个人 连姚老师啊 没有 加他七个人 那现在只剩五个人了 没有 他们又 现在又 又增加人 又有一个人 不进来 这可以讲吗 这应该 我想应该可以吧 这应该 回来姚老师要打我一顿 哈哈哈哈 是不是姚人多 呃 他是 他是负密啊 他是管文稿是他 one of他的这个jobs 对不对 然后他下面有成员六位 是文稿小组吗 总统文稿小组 他的工作就叫姿意 或参训 呃 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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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的是姿意 有的是边省吧 所以你一进去 就是进总统府吗 对 啊 你是黑官呢 你有考试吗 没有 不是这个字 这是约聘 这不是 几号上班的 就五月二十号 就是 哦 你是二零一六年 五月二十号 你是专门为了总统府 你是进总统府文稿小组 是的 所以你的 我本来在总统竞选总部的文稿小组 OK 那个是 你选举的时候是跟姚仁多一起 也是文稿小组 你进总统府的时候是文稿小组的工作 你的头衔叫做姿意 是是是 但是总统那个时候 你领薪水或说总统给你的聘书或是干嘛的 下面的工作其实 officially就是 one of the speechwriters 可以这样说 所以你没有骗人就是了 我当然没有骗人 这个事情 所以你应该翻成说 我是台湾总统的文胆 应该翻成说 我为台湾的总统 或说我在总统府工作 我是文稿小组成员 是 对不对 是 学会了 是 好 这就是 好吧 我对张超然蛮感兴趣的 他出了这些错 他还敢上节目 我们进广告 好 这个年轻的世代 他是外省第三代 七年级生 1981年出生的张之豪 外省第三代 很多都跟第一代做对 第二代也做对 我们家也是这样 我们家的第三代 全部都是绿营支持者 为现在比较倾向时代力量 OK 那张之豪呢 他是2015年 姚老师 姚仁多老师 把你recruit到总统竞选办公室的speech writers group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当选之后 你就进入总统府工作 是 在总统府工作 会不会觉得比较容易把妹 没有 反而在总统府工作 这两年工作期间 就是谨守姚老师的教训 我们是相当低调 所以很少人知道我在总统府工作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脸书的朋友都不见得知道 以前以为你在干嘛 做情报员 大家以为我还是做生意 因为我在进去文稿小组以前 我是在卖 我在卖茶 真的吗 对 我就自己做一个 算是情创一个小小的一个 今天顺便讲一下品牌免费 没有 现在 现在没有在做了 所以 所以你在这个脸书之前 人家不知道你在 姚老师的旗下 姚人多旗下 就是应该只有圈内的人 或是比较亲近的朋友 才会知道 刚刚问你是不是比较容易把妹吗 你就说我带你到总统府办公室去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偷带女朋友进去过 他有来外面等我下班的 外面不算 我说里面 有了 有现在参访了 就是公开的参访的那种活动 那就来排队 跟大家一样 你爸妈也知道你在总统府上班 这个当然知道 就是我说自己亲近的人当然知道 但是不可能拿这个东西去 拿去外面怎么 文稿小组成员到底每天干嘛 有没有被扰人多 有一令一休吗 笑那么尴尬干嘛 他欠你的那个 他骂你 他欠你加班费把你还回来 没有 这个东西逃不回来 所以在文稿小组 失去的青春 失去的 文稿小组上班的这个 一天是怎样 基本上 一个礼拜会先把 整个礼拜的行程 跟重要的议题 会先做出一个整理 那我们会做分工 比方说这个 这个东西可能 里面要讲某种 某些经济的政策 某些东西可能是要 在比方说要去 庙里面拜拜 有些东西是要去视察 什么工程 或是军队 或怎么样 那我们就做一些分工 然后每天就 就毛起来开始 平民 原来是这样 那也要就是 当然不同的领域 你当然就要去找一些 他不同的 这个相关的资料 有些时候去需要 去请教不同的部会 OK 所以文稿小组成员是 地位是一样的 对我们还蛮平等的 你这次讲 写出来你的文胆的 这个争议跟文胆的 纷争之后 其他的五个人 有没有人来骂你 什么意思啊 你是六分之一啊 我就对大家 是最不好意思 所以说 当然是有特别 跟大家说 但是大家对我是很宽容 是是是 很疼我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 当然疼我 其实在这种 我遇到 在政治上面 遇到这种事情 其实这个时候 对我眼力是对的 我也应该要受到 眼力的检验 其他人是有 都男的吗 没有男女都有 姚仁多老师 也敢用女助理啊 女的文档啊 没事不会出事吧 太也结婚了 我们是一个team 然后我们文稿 文稿是一个team 所以这个team 其实我们是 以我们感情也很好 一篇文章是一个team写 还是一个人写 如果重要的大的 那我们都会一起 那你是专注什么领域 如果是讲到 比方说跟历史有关的 或者是 因为你是文史吗 你在 或者是比较 涉及到 公庙 民俗 那你比较懂的 民俗文化 这些东西 所以文史部分 是你写的 好 所以 其实你刚回来 6月25号 到现在不到一个月也 是 这个 所以你学到教训了 就是了 但是你现在让 这个文稿小组 突然这个让大家 大家看到 也不错啊 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是好是坏 你要选举 选议员是 姚仁多老师叫你去选 还是你自己想选 这个应该是说 我本来自己 一直有在基隆做文史工作 跟社造工作 你本来就想选基隆 我一直没有 我是说 我一直在做这些社造工作 那也做到了 后来我直接觉得 要快一点 只剩两分钟了 可能 可能取得一个政治位置 对于地方的 你什么时候想选举的吗 你要会不会觉得 我14年选过里长 没选上啊 对 里长更难选 里长比总统难选 你不知道吗 是啊 所以说 但是说那次经验之后 我也让我知道 选举不可怕 你在美国 加拿大住十几年 你凭什么来选 我们基隆市议员呢 我在基隆也住了十几年 就最近都是住基隆啊 对啊 我回来台湾以后 都住基隆啊 就住安乐区啊 对啊 基隆有很多 那你当基隆市议员 对基隆市政发展 什么好处 基隆市议员怪怪的 基隆市议员会很奇怪 你不觉得吗 不会啦 来绿分张 我觉得 我们就需要把新的力量 新的活力 带进到不同基层的政治里面来嘛 你要先过初选 对 那个地方蔡适应是市议员 所以那个地方 本来民进党就缺一个 对 你根本新来乍到 你们民进党派系很多 你根本2015才加入民进党 人家会不会觉得太过分呢 你们党内就会打你 我确实是想说没有 就是当然现在没有拍戏 没有钱 你选举的时候会 会请蔡英文帮你那个站台吗 看情况吧 初选 初选的话当然是没必要 我提醒他不要乱讲话 姚仁多老师会跟你这样照相吗 这个也是 这个也要看 看必要性吧 看情况吧 他支持你吗 其实我们府内的同 我的同事都很祝福 很祝福也很支持我 所以姚仁多老师到现在还支持你 文档事件之后他还支持你 就不要再犯嘛 你小心一点啊 你假如说我是选金融市议员 然后姚仁多老师支持我 到时候他发声明说不支持 你就完蛋去 应该不至于啦 OK好 时间的关系 今天张子豪折磨时间到此结束 好啦加油年轻人 谢谢 谢谢够够姐 不代表本台立场